是吧 OK好 大家好 那个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我们那个 最近在做一些工作吧 其实 然后我的话 我是其实 我最开始 我是18年入的行 然后进到这个区块链 这样行当 然后 做过一些项目 从最开始 我们其实是 重新实现了一下 Bitcoin的一些代码 就是它的整个客户端 当然Bitcoin 它是从加加实现 然后我们给它转成 这个购物员的实现 再往后其实会做 比如说 基于Cosmos SDK 我们会做一个 应用专用的 这样一个链出来 然后再往后 可能就慢慢设计到 DeFi的东西 就是包括 先货的DEX 然后我们演示的 然后在DeFi上的一些 还蛮多的东西 然后在DeFi上 做过的事情 我自己可能就有点像 慢慢从 最开始做 最底层的密码算法 然后开始做链 然后在网上 做这个DApp 然后再到MAP这边 来做这个跨链通信 这样子 这个我带一个 一个简单的经历 然后 然后这样 今天的报告 其实主要是 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MAP Protocol这边 做一些工作 其实也更 其实更多的 像是一个survey吧 然后从跨链的 一些不同的方案 就是像 可能大家熟知一些 从就是中心化的方案 慢慢的过渡到 我们这个MAP这边的 一些方案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头 其实还会 比如说我们中间 会提一下别的项目 可能更多是为了铺垫一下 因为MAP的这个 整个基于轻扣端的方案 会相对复杂一些 它可能为了理解这个东西 需要理解一些 包括对 以太坊这些 EVM世界 这个它的链的结构 Event 这些东西 可能有个了解 可能才能更好的理解 这样基于轻扣端 MAP的这样一个方案 然后这整个的过程 其实更抽象一点看 其实更多是一种 从一个中心化的 一个solution 慢慢过渡到一个 就完全去中心化 或者说完全的trustless 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然后底下设计的技术 其实更多是 从一个MPC 大概是一个threshold signature 就是MON的那种形式 就是几个人共管的 这样一个权限 慢慢过渡到 我不需要依赖任何人 在整个的跨离过程当中 就是完全是一个 你只需要相信 比如说密码学算法本身 这种可靠性就足够了 这是我们这个报告 整个的一个主题吧 然后这边呢 其实跨链的项目 其实现在有很多 这张片子上就列了 其实其中的一小部分吧 但这个一小部分 其实对我展开 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 就已经足够了 然后第一个 我会讲到一个silent talk 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就是有几个人 在管着这样一些私钥 来管着这个链上的wot 因为大家知道 对跨链尤其是跨链转账 来说 其实基本上 比如说我要从链A 把我USDC从链A 转到链B的话 那其实简单一个过程 其实就是我在链A上 把我的USDC 转到某个合约里头 那么链B上 有一个人 或者一个合约 从他那里再转给我 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中心化的 像seller这种就是 他们会有一个指定的合约 然后我在这边 把我的USDC 转到这个合约里头去 然后他们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机制 但是到了链币这边 他们会有几个人来做一些签名授权 那么就可以把资金 从链币上的一个智能合约 转出来给我 这是一个简单的跨链过程 其实就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大家现在常用了 可能常用了一些中心化交易所 比如说像币安也好 像OK也好 像火币也好 其实他们很多程度上 扮演了这样一个跨链的 这样一个角色 其实包括我自己有时候可能我需要把资金做链间转移的时候 我可能会从我先充值到交易所 然后再从交易所 大家再提到别的链上去 就这个角度讲 其实中心所就是一个最中心 中心化交易所就是一个最中心化的这样一个跨链桥 那我过渡一下在链上做这种事情 就是seller 然后再往后稍微扩展一下 就是它不那么中心化 或者说它虽然有中心化的节链 但是它对节链本身做了一些约束 这个就是layer0 然后它在尝试用做跨链验证 就是链上跨链验证的方式来check 我是否能够从某个Volt核里头把钱转出来 这是他们的做 但是它这个过程里头呢 又依赖了另外一个可信节点 这个我们一会儿会讲到 这个可信节点也是它目前的解决方案中 一直被大家质疑的地方 然后再往后可能会有Cosmos 然后Book 这是可能在 可能大家熟知的所谓的跨链双雄 跨链双星这样子 他们的解决方案是基于整个是基于新客户端的 这个我们后面会再提到 那么在他们的这个过程当中 在他们跨链验证过程当中 其实就你不需要依赖某个特定的实体 或者某个特定的一方 都是基于这样一个跨链验证的方式来做 完全去中化了一个跨链验证 但这两个生态的问题在于 Cosmos内部打通是OK的 它基于IBC协议 整个Cosmos生态其实连接的还不错 波卡可能也有它基于ICMP的协议 但是这两个生态之间 以及它们跟生态以外的这种 包括以太坊的世界或者别的一些 它们的连接其实相对少一些 并且是去中心化的这种连接的话 会更少一些 那么所以这个就是到了Map这边 我再做一些事情 我们其实想 依然是用轻扣断的方式来连接 柯格链 可能就不光是以太坊时期的 我们还想跟Cosmos的生态对接 我们还想跟波卡世界对接 我们还想跟就是非EVM 只能一垢链直接能够连接起来 并且我们希望是在整个过程当中 依然是不要去相信任何人 或者说把这个特权角色 从整个的流程当中给它去掉 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会给整个的 就是等于跨链里头 会给人更好的安全感 对那么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Seller 这边可能是对于引出 比如说以太坊的EVM EVM世界的EVM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其实是以前我在看它这个Seller 这个它的前端APP的时候 比如说我想从Polygon上 把转1000UIDC到Arbitrum上 那么他们这边会显示 我转移之后 我期待能够收到大概只有994个U USDC 那么这里头它就会有一个叫做Base fee 和一个Liquidity fee Base fee 你看大概是5U的这样一个 然后Liquidity fee 这个其实在跨链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 当你在跨链的时候 你是从一个链上搬到另外一个链上 那么其实 当另外一个链上转钱给你的时候 那么就需要这个链上 这个协议本身是有一些资金的 这个其实就有点像 比如说像Ulindsor流动性 那么最初这个流动性来自于哪里 这个其实也是有这样LP的角色在里 他们会把他们的闲置资金放到这里头 来作为你跨链转成的这样一个流动性 基础的流动性资金 这个也是这边这个图 这个图里头来展示的一个信息 就是它也有这种Ad Liquidity的界面 你可以放 比如我放5000U进去的话 然后它也会显示 也会有一个大概的APY 但是这个里头其实就比较有意思 你看它下面这个Warning 其实当我在用这个App的时候 其实就看到这个Warning 就感觉很比较的 比较担心 因为它说的是 我的Liquidity可能会被挪到其他的链上 我没有去深究它这句话 背后到底是 是 印含了什么意思 是说他们会帮我把我的钱 搬到别的链上去还是怎样 那这句话在这里头就非常的concern 就是 我放进去的钱可能是 以摸入方式被挪到另外的地方去 大概会是这样一个角色 就会让人非常的担心 然后呢 OK 再说回到这个来 那么 Liquidity fee基本上是用来分给这些LP的 然后Base fee的话 其实说白了 因为我跨链的时候 我在Polygon上发起一笔交易 那么我在Arbitrum上那边 我通常是不需要再主动claim了 这也是现在绝大多数的跨链转账 他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用户体验 就是我只需要在 我想出来那条链上发一笔交易 然后我就到我的目标链上等着 我的资金到账就好了 那么 但是呢 目标链上还是有人需要来提一笔交易的 提一笔交易 那么这笔交易就会有交易的Gas fee 那么这个Base fee呢 通常是会跟这笔 就是提下一笔交易的有关系 或者说只是为了支付那一笔交易的Gas fee 大概会是这样一个 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 它的跟合约的交互过程中 这个是我从Polygon上转2000的USDC 到Arbitrum上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头是目标合约 是在这里88开头的 88DC开头的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调用了一个合约的Send方法 这个Send方法里头 其实它就说了receiver 然后这几个 或者我们直接看这边吧 这个方法里头 它是说因为我是在转出 我从Polygon上我要出去 那我会指定一个说 我想要这个在那边哪个地址来接受这个钱 我转的是哪个Token 然后转了多少 我要到哪个链上去 这是一些基本的关键的一些信息 我要到哪个链上去 我转的是哪些Token 转了多少 我想要这些钱到谁那里去 这个是一个 对这个方法本身就很比较简单 然后但唯一的就是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合约这天会emmit一个事件 emmit一个Send的事件 然后这个事件的话 其实在我们整个跨离过程中 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信息 因为EVM整个设计里头 其实你不能以transaction是否成功 或者是否执行成功 或者失败来判断你的钱有没有进去 而它就是要根据合约内部 自己编码的逻辑 在确定的在固定的时候 emmit一个适当的事件出来 这个就是说当你的钱成功的存入的时候 它就得emmit一个类似于Send的一个事件 那么在链下呢 其实就会有人在监听 比如说Seller他自己会有一个后台 会有一些机器人在监听 我的这个合约是否emmit出来一个Send的事件 当emmit出来一个Send的事件的时候 就意味着有人想从这条链上出去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刚才提到第二笔交易 在目标链上提一笔转账的交易的 就是当他听到这样一个事件之后 那么他们的这个后面的Bot就应该在目标链上提一个相应的交易 来满足这个Send的这个请求 这个也是现在这个屏幕上展示的东西 就是这个是我刚才的那个从2000USD从Polygon出来的时候 然后我在Abitrum上可以看一下这个时间 就是比如说这是8月15号的1.14大概是 然后呢这边就是8月15号的1.19大概是过了5到6分钟 然后我在Abitrum上那边收到了我的Token 然后那么这个里面背后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但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合约调用 也是一个Relay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参数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比较有意思的是 它的Relay Request 然后应该就是我们刚才在这里提到的 我的这个Send Request 我到底要给谁多少钱 给多少Token 那么但是这就那个一个涉及到问题 就是你可以看到我这是在从Seller的 这个东西是从Seller一个智能合约上转出来Token 那么这个涉及到谁能发这笔交易 以及谁的这个交易是否能够正确执行 正确执行就是真的能够把钱从这个合约内部转出来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其实一个典型的多签的一个方案 比如说它会传一堆Signer的这个进来 然后还有他们的Power 然后它进来之后 它会首先会来做这个Verify Signature 然后这个里头呢 其实就在check所有的签名 然后还在check它的Power 它内部会有一个权重 比如说当投票权重的 当签名这些人投票上大于一个固定的一个Threshold的时候 那这个钱就可以从这里头转出来了 这也就是它交验成功之后 然后最终才会根据A这个把Token转回给我 然后最后会Emmet一个Relate的时间出来 RelationEast这个活干完了这样子 这样他们可能在内心下也能够标记一下说 这一笔Emmet这个Send的请求已经被处理完了 这是它整个 这基本上也是 其实所有的跨链Eventory都是这种模式 但是呢 区别在于是这个Verify的过程 我到底是怎样做这种 这谁能提这笔Relate的交易 以及Relate的交易内部会check什么东西 主要的差别都是在这里头 但是整个大框架 如果我们忽略这些权限检查 授权这类的东西 基本上所有的跨链都是这样 你在一个地方转出去 在某个地方再转给你 这样子 然后呢 对 然后为了往后继续来理解 这个我们的 包括到后面的清扣单 包括链上跨链验证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需要再退回来看一下 这是一些技术知识 可能比如说在这张片子上 最上面我放的是Bitcoin的一个 这个区块头的一个hash 这个其实为了是给大家简单提一下hash function 就是说 就是可能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 这个区块链现在对hash function 很熟悉 就是说 hash function基本上可以看到 是一个东西 一个数字的指纹 就是说 不会有两个不一样的文件 会有相同的hash值 只要你有一笔不一样 它们两个hash值就会差别很大 这个我忘了 这个应该是在18年19年的时候 一个区块头吧 还是 我记不太清了 但是呢 这个可以正好提一下 它整个比特币网络这个挖矿的算力 你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76比特零 所以大概会是说 你需要大概计算二十七十六次方的 这样一个double sh256 才能大概率拿到这样一个值 然后这个就是 为了理解一下 可能这是 你的大家现在个人笔记本 可能一秒钟能够计算 大概是二十二十次方 然后而这边 你看比特币挖矿的话 它会需要二十七十六次方 中间差了二十五十六次方 这个其实目前 简单提一下 给大家对比特币的 这个网络的挖矿 这个算力 有一个直观的感觉 对 然后基于Head Function 其实就容易勾搭出 这个大家可能也是 在很多地方都听过 这样一个莫扣树 然后莫扣树呢 其实就是说 这个你可以把它形象成 比特币的一个区块头 区块头里头会有一个 transaction的root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 这种莫扣的root 然后一棵树 那么这个树 树根是怎么来的呢 它会 它有一些transaction 你把这个transaction 两两组合 比如transaction0和transaction 首先第一步 是把这些transaction 都hush一下 然后 那么你会得到一些hush 然后呢 你再把hush0和hush1 就是也就是 把它们两两组合 你会得到hush01 同样的那边hush2和hush3 你得到hush23 然后这两个 再一起做一下hush1 你就得到最终的mocroote 然后mocroote有一个好处 就是 也就是说 这个hush function 所提供的这种安全的保证 它可以基于 这个 它提供的安全保证呢 它就能够做到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这里头包含了一个元素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头 如果0在这棵树里头 那么你就容易构造一个证明 说0确实在这棵树当中 根据我们刚才讲 这个两两座hush的过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右边那个图里头 如果我想证明0在这棵树里头的话 那么我需要做的事情是 我的mocroote 会包含9这个元素 然后会包含n这个元素 也就是我在这边 用圆圈圈出来的这个东西 会构成它的一个mocroote 因为你看 有了0以及圆圈当中的元素 我可以一直算到这个mocroote 这里头 那么算出来这个之后呢 我就可以 如果我还知道正确的mocroote 的话 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个 我算出来的值和那个 正确的mocroote 做一次匹配 做一次比对 那么如果这两个值一样的话 那么我就能够确信 在这棵树当中 确实包含了0的这个元素 就为什么这个东西是重要的 我们要在这里提这个东西呢 因为是以太坊 以太坊数据结构里头 其实也包含一个类似的mocroote 就是在这里简单提一下 就是以太坊呢 它那棵树叫做mocroote 它的具体的构造过程是不一样 但是呢 它有它这种存在性证明 它是原理是一样的 同样的cosmos里头 也有另外一棵 叫做所谓的IAVL加这样一棵树 这个叫做immutableAVL树 就是这个AVL 就是大家数据结构里头 常见那个AVL凭空树这样子 但是anyway 这是他们拒绝构构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他们所具有的性质是一样的 就是说他们都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存在性证明 当然更好的是在以太坊的和cosmos这两个书当中 他们还能够提供不存在性证明 但这个东西也不存在性 在bitcoin的那个树里头是没有办法做到 因为他会要求你有一个 你要提供不存在证明的时候 你还需要对叶子节点本身有额外的要求 就是他要求你的叶子节点是排好序的 你还能够做这个不存在性证明 但anyway这些题外话 就是我们还是focus到以太坊这边来 它的MPT树 在以太坊的区块头上有三棵树 有三个树根 第一个树根就是一个全局状态 就是个state root 这个里头其实它的每个叶子节点 基本上就包含了你的account的状态 比如说你account有多少钱 然后你的account的nance 就是发几个交易这样子 然后这个storage root和code hash 更多的数位智能合约账户 OK 我先过完以太坊的这个数据结构 我们回来大家简单提一下 不存在性证明 对 因为以太坊里头你的EOAaccount 就是说你真的像Metamask 你连的那个叫做EOAaccount 就是真的是有人有一个私钥 有人在那不断控制这个私钥 这叫EOAaccount 然后你还会有智能合约 智能合约它就包含了代码 智能合约的状态 比如说USDC本身就是一个智能合约 然后那么USDC相当于是 USDC里头它相当于是在以太坊 这个大账本上有一个小账本 小账本上记了 你就USDC你有多少token 那么这个小账本呢 其实就存在了这棵树里 假设如果这个是一个USDC的合约的话 那么这里头 比如说你有20U 它就记在这个小方格里头 那么而USDC本身那个执行代码 它就在CodeHash 这是它以太坊的数据结构 全局这个State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全局状态 对新的全局状态 然后跟我们跨链相关的 可能更多的是这个ReceitRoot 也就是说以太坊的每一笔交易 被打包成功执行之后 都会在这里头引发一个状态 都会在这个树里头记录一下 这个交易的这种Side Effect 或者交易引发的一些动作 那么这里头最重要的 其实对我们夸张来说 最重要的其实是这个Logs Logs里头其实记录了 你的这一笔交易里头 所Emit出来的事件 就是这样 就比如说我们在刚才 这里头看到的EmitSend这个事件 那么这个Send的事件 就会记录在 这棵树下面的 这个Logs里头的一个东西 而结合刚才我们说的 我们想要做跨链验证的话 其实如果我们想要验证 比如说某个链上 确实发生了一件事情 那么其实我们最关键的 或者说最核心的 就是验证在这棵树下面 包含了那个事件 比如说Send的事件 比如说我在这里头是在 比如说这是在哪个区块高度 这套像没有展示 对对Vlog 我给它打满了 对 比如说因为你想 我们刚才提到了 其实是在Seller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这一堆人签名 就能把钱从这个核心当中转出来 这个就感觉不太安全 对不对 如果他们乐意配合了 他们可以一起签一下 把所有的钱都转出来 对吧 所以就 但是如果你能给他加一个约束条件 就是说他 这些人也不能随便转钱 只有当满足什么条件呢 只有当 因为这里头他会 他会有个relate request 他会说我为什么要执行这笔钱 这笔钱 或者我们简单翻译一下 就是因为在Polygon上 有人想要把2000块钱转到Arbitrum上 并且那个人在Polygon上 已经把钱存到了 我们在Polygon上的Volt合约 所以我发起这笔交易 请求从Arbitrum这个合约 转一些钱给那个人 所以他整个表达是这个事情 而Seller的干法是 我就相信这些人提的 这些人 我相信这些人不会作恶 但是更好的方案是 我们就对这些人的权限 做一些约束 比如说 当我这个 只有当我这个合约能够验证 那个人真的在Polygon上 存了钱的时候 我才让你转出去 所以这一步验证 那么我们就可以依赖于 那个 这个 就是说因为我在Polygon上 一个特定的区块高度 我做了这笔交易 那么这个东西 就会记录在Polygon上的 一个区块下面的 这个ReceitRoot 下面的一个叶子节点上 所以只要我能够证明这件事情 那么我就不需要那些人签名 我就能够把那些人特性 给他去除掉 所以这是我们后面讲的 把那个跨连过程当中 这个可信节点 这个绝对该 依出到一个根本的 一个能够做到的 这样一个根本的原因 就是我们其实是能够做到 利用智能合约 直接验证 在那个链上 是否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OK 这个是 这边 对 这个其实可能刚才是一样 就是 当你Amit事件的时候 这个东西会存到 这个这里头来 然后你就能够做跨连验证 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倒回来 这个 SayGo 这个说的这个不存在性证明 其实是怎么来做不存在性证明呢 比如说 OK 我们以这个例子吧 我们以左边这个图为例子 抱歉 你左边这个图例子 你可以看到 按照右边这个图讲的方法 其实我们能够比较容易的验证 transaction3在这个数字里头 数里头 对吧 我们也能够证明 transaction2在这个数里头 那么 其实如果我要做不存在性证明 比如说我要做transaction2.5 我想要证明 transaction2.5 不在这个数里头 那么 并且我有这个条件 就是说 我已经 我已经确信 这棵树在构造的过程当中 它的叶子节点是排好序的 比如说它就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排练 比如像这棵树 从0到3 那么 我如何证明transaction2.5 不在这棵树里头 那我需要提的两个 这个证明会包含 transaction2的存在性证明 以及transaction3的存在性证明 并且 我能够根据这个存在性证明 推断出来 transaction2和transaction3 在这棵树里头 它是相邻的叶子节点 并且 一个大于它 一个小于它 比如我们的目标是2.5 那么正好是 那么我们就提2和3 这两个的存在性证明 因为2.5它只能 如果这个叶子节点是排序的 那么2.5只能在2和3之间 那么我提了2的存在性证明 和3的存在性证明 意味着2和3存在这个数当中 并且根据这个存在性证明 你能够推断出来 它俩是相邻的叶子节点 所以整个推导下来 2.5是不在这个数当中的 这是一个基本的idea 我不知道说清楚没 其实就是用两个存在性证明来证明 但是并且这两个存在性证明是相邻的 来证明说这两个叶子节点当中之间没有别的节点 所以你要query的target的节点它就不存在这个数当中 OK有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聊一下Layer Zero Layer Zero它其实在Seller整个跨链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进 就是那个是一样的 那个是IoL数是一样的 它只不过是 我还是倒回来把这个片子再这几条讲了吧 那个Bitcoin构到这棵树 它其实是有很多 有几种安全性问题的 然后在Bitcoin的历史上 其实有人不断在指出 这里有问题 那里有问题 然后 这也是可能大家觉得 中文聪自己可能并不是英语码学出身的人的一个推论 因为它一些东西可能用的并不够 尤其我们就只说这个莫扣数本身的话 可能用的并不够professional 就是那么其实一个比较经典的或者叫canonical的这种transaction 比较典范的构建2X莫扣数的话 它其实大家可以参考RFC6962 这个是在应该是在比特币之前就存在这样RFC6962吧 我记不清了这个细节 但这里头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这样一个构造莫扣数的这样2X莫扣数的这个方法 然后并且它规避了大家发现了比特币莫扣数当中的一些问题 就是说用这个就比较好 那么其实这个RFC在Cosmos这棵树里头也会应用到 Cosmos的那个树其实是两种树的构造 这个我们就不细节 IAVL的话其实它是一个AVL树大家应该知道 它是一个平衡的树 然后IAVL其实就是把那个莫扣数本身和AVL给它套在一起了 就是它有两个叶子节点 然后它的并且除了我们通常数字的RX数的叶子节点 那个什么left node之外 它还会存额外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我的左指数的hash根和我的右指数的hash根 就莫扣根也存在它的叶子节点当中 当你改任何一棵树的时候 它会更新这两个叶子节点的更新了它的两个左右指数的Murkel root 然后也会这是当然在这之前它首先要完成AVL树的那个东西 它要保持左右你它的左右指数的高度不能超过能超过1吧 好像细节我记不很轻了 那个有一本讲Cosmos的书 大家里头有详细讲到这个AVL树的构造和实现细节 但是它整个过程当你往树里头插一个元素的时候 它首先根据那个AVL树二乍平衡树的方式 把你的整个树做左旋转还是右旋转 然后让你的左右指数它的高度基本持平 然后弄完之后它再更新它的节点当中的左右指数的Murkel根 然后这样子 然后它的叶子节点整个也是排序的 它的叶子节点也会排序 所以它会支持孙怀性证明不孙怀性证明 它甚至Cosmos IAL树它甚至还支持了以太坊MPT树 所没有的另外一个特性 就是说你可以遍立一个区间当中的叶子节点 这个是在以太坊的Murkel树当中不存在的 好 我们回就OK 我们就回到了这个Layer Zero这边的 回到我们这个事件的证明这里头的话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其实我们想约束一下那些Signer权利 或者一些特权权利的话 那么其实要让他们提供一个证明 除了这件事情 其实Seller那边 其实Signer本身的签名就说 这些事情是存在的 你就转钱就好了 那么下一步就是说 我们要让他们证明这件事情确实发生了 那么这个就是Layer Zero尝试在做的事情 Layer Zero这个应该是在22年3月份的时候 看了他们一个融资信息 就是他们一把融了大概1.35亿美元的这样一个资金 这个还是挺震撼 然后所以就比较好奇 然后我们继续好好看了一下整个构造 然后他其实这个比较取消 当大家在Layer1Layer2 现在还有人在提Layer3的时候 他说我叫Layer Zero 因为我是一个跨链的东西 然后把所有链连接在一起 算是一个更底层一个技术设施 然后他的整个跨链的过程 其实跟Seller就是从大面上讲 其实差不多 比如说用户在这个链上 在一条链上把钱存到一个智能合约里头 然后在另外一个链上 从智能合约把钱转给用户 就这样一个东西 Relayer还是跟刚才那个Relay 其实就来做刚才Relay那个角色 就是往这个链币这边提第二笔交易 但是他这边还多一个Oracle 所以你看像我们刚才讲到的 当我想要验证 就是结合刚才说的 以太坊的这个Receit Tree 以及这个莫扣数的存在性证明 那么那个约束我们就很容易加上 就是说你要能够证明 比如说在以太坊这100个区块高度 有人往那个合一头存了一笔钱 那么其实要做的证明就是说 在以太坊区块高度 在100的这个区块高度的 以太坊区块链上 这个Receit Tree下面包含了这样一个事件 所以就是要做这样一个事情 按照我们这里头讲到的 这个验证这个Hush的过程 其实我需要把这个证明提上去 然后我可以构造一个Proof 但这个Proof验证本身 它还需要一个正确的一个区块头 那么这个正确的区块头从哪里来 就是我提了一个证明 你要检查的时候 你得先知道正确值应该是多少 对吧 所以这个正确值哪里来呢 Layer Zero给出的解决方案是 我通一个Oracle来告诉你 就是那么 你就相信这个Oracle告诉 比如说像我刚才举的例子当中 你就相信Oracle告诉你的 Oracle告诉你的 比如说以太坊区块高度100的 这个Receit Root是这个值 那么这边的合约就相信 所以这是Layer Zero它的整个的方案 你可以看对比一下Seller那个 Seller那个 它还说这些人说转 它们就能把钱转出去 但是在Layer Zero里头 它们必须要提供一个证明说 那边确实存钱了 然后你来验一下 但你验一下的时候 你要先query一下这个Oracle 然后那么这它整个流程就会是这样子的 依然还是 大面上还是用户在这里把钱存进来 然后在这边收到了一笔钱 然后Relayer会构造 在这边它会要求多构造一个proof 比如说就是那个区块高度存在一个事件 然后提交给这个智能合约 智能合约这边本身会通过query 拿到一个正确的区块手信息 然后在这边做那个存在性证明的正确性 交验通过之后 它又把钱装给它 所以但是这个问题就在于 Oracle告诉你是否是一定是对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张图里头 还比较有意思 它在Relayer和Oracle之间画一道线 叫Independent 它是说这两个人 在我的设立当中是不会共谋的 但这种事情你可以在Paper里这样说 但是真实世界里头 你永远都不知道它俩到底会不会共谋 对吧 因为刚才的这一套假设 它对那个特权角色的约束 或者谁能把钱转出来这个约束 其实eventually教验的最后一步 落在了这里头 落在了它相信这个Oracle 给它的区块头的信息是对的 但是如果Oracle和Relayer合谋起来 比如说Relayer随便构造一个Proof 比如说你的Vote里头 总共就100块钱 Relayer它就构造一个Proof 说有人要转100 那么Oracle就配合它给提供一个错误的区块头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前面的各种检查 其实就失效了 那么它俩只要稍微一配合的话 就能把你的整个盒里的钱全部掏出来 然后这段其实是从Layer0的这个白皮数据掏出来的 它说这是一个第三方的third party这样一个service 然后跟Layer0其他的模块是相互独立的 所以他们就不会共谋 但是大家是否信这一段话 我自己是不是很信 但是感觉我也不是唯一的一个 你可以看到Twitter上这个有人的吐槽 就是他圈出来这个白皮数据这个图 这道黄线 他就说这是一个legendary的yellow line 就anyway这两个会共谋 你说当这里的车子只有一万美金的时候 他们两个不会共谋 但是当这里头有一百万美金 有一亿美金的时候 是否他俩仍然不会共谋 这个其实就不太好说了 所以这个也就成为了Layer0 一直被大家质疑的一个碟 就是说只要relayer和Oracle 他们俩合作一下 就能把这个钱全交出来 那么当然在后续的Layer0一些文章中 他们也会提到就类似于说 我可以引入staking的机制 然后staking和slash的机制来减缓这个过程 但anyway这个问题还是依然存在的 就是那么还是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 那么我们能否把这种可信节点 其实在Layer0方面 Oracle是一个可信的节点 那么我们能把这个可信的节点 从整个跨离工程当中给它去除掉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还是有方法能够把这个东西给它做掉 但是就更复杂一些 就是工程上和原理上会更复杂一些 那么这个其实就涉及到我们的lightclient 就是轻扣断的概念 其实在Cosmos波卡 以及我们这个MAP的protocol 其实都是基于这种lightclient的概念来做的 lightclient其实意思是说 你看Oracle在这里头 这个Oracle在整个方案中 其实它的作用就是提供一个正确的区块头 那么如何把这块做成一个纯链上的过程 然后就是或者说把对某个人的信任移除掉 然后我们可以在链上构建一个轻扣端 比如说我们还是按照 比如说我们是从Polygon到BSC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在BSC上构建一个Polygon的清扣端 那么有了这个清扣端之后 只要有人比如说Polygon那边有一些链的一些状态的更新 它就及时的push到 比如说它新产生了一些区块 或者说Polygon的validator集合有变化 那么它就把这些东西更新到这个BSC上 这个Polygon的清扣端 那么如果这个并且这个清扣端本身能够校验 你给它的信息是对的还是错的 当然你给它对的信息的时候 它会来 只有当你给它对的信息 它还会自己update的自己内部状态 那这样的话 这样这个清扣端基本上就在链上活起来 但是只要relia不断给它喂东西 喂信息 它自己来教验这个信息是否是对的 是对的时候才更新自己的状态 那么如果这个流程能够走通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再需要一个中心化的Oracle 而只需要一个合约形式一个Oracle 那么这个合约是任何人都可以给它提供更新的数据 它自己会做教验 这样一个基本概念 而这条路如果能走通呢 其实考虑到我们现在 其实就现在的区块链的各种构造吧 它其实两大类 一个是POW的 就是Bitcoin的那种 另外一种其实是 类似于现在更常见的 其实是POS加上Bitantin共识这些 那我们就focus在 POS加Bitantin共识的这些链上 那么这些链其实就有一个好处 就是链上所有的信息 都是由他们的链的Vitator签名签出来的 比如说 一个区块是否合法 那么在Bitantin共识里头是需要这个链的Vitator集合来做三签名的 然后毕竟他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权重 只要超过三分之二人做了签名 那么就证明这是一个合法的区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因为Vitator集合本身也会更新 而新的Vitator集合需要有老的Vitator集合的授权 而这个授权本身又是一些签名 又是老的Vitator集合的签名 毕竟这个签名也是 通常也是需要大于三分之二 所以你可以看到 Vitator集合 如果你有所有Vitator集合的公钥 和他们的对应的权重 那么你就能够验证一个区块是否是合法的 另外一点是 你还是有这个公钥和权重的集合 那么你就能够更判断一下 比如说有人告诉你 Polygon和链上Vitator集合更新了 那么它必然会有老的Vitator集合 如果这是一个合法的信息 它必然会有老的Vitator集合的签名授权 那么而这两件事情 你都是可以用智能合约来做到的 所以在POS和BFT共识的这个场景下 就是就变成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你构建一个智能合约 这个智能合约初始化的时候 比如说你把Polygon当前的Vitator集合的信息写进去 写到智能合约内部 然后当每次这个区块 Polygon那边的Vitator集合更新的时候 就有人来发一笔交易 更新一下这个清后端 清后端的状态 就把这个新的信息提交给它 那么清后内部基于老的区块的 那个验证的集合的信息 它就可以验证这个新的是不是对的 验证通过了 它就update一下自己的内部状态 就相当于我现在能够紧跟Polygon网络的变化 我能跟踪它的Vitator集合的变化 Vitator集合的变化 我能跟上之后 那么我就能够验证 一个区块是不是合法的 比如说因为区块头里 通常带了验证者集合的签名 然后我能够验证一个区块是合法的 那么在我们前面的讲述当中 如果一个区块头是合法的 那么这个区块头里的 那个receipt root肯定也是合法的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就能够拿到一个正确的receipt root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 那么在这个图里的Oracle就可以被干掉 然后它用一个智能合约来替代掉 并且这个智能合约是任何人都可以给它提信息 智能合约能够自己来做判断 它是一个算是一个自制的这样一个智能合约 对它整个idea就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在Cosmos 他们那边来做 Cosmos它整个机构会是这样子 它底下会有一个叫做Tinderman Core 它把整个的区块链分成了三层 最底层就是对等网络通信层 上一层是一个共识层 再往上是个app层 其实Tinderman它就把你的应用层的交易 给你抽象成了 因为交易本身它就是一个 它全部都看成字节码 然后具体这个字节码怎么解释 它触发了怎样动作是有一些 app层来自己来决定的 但是你把那一层全部抽象掉之后 你就只剩下每一笔交易是一个byte数组 有了一个信息的那么 所有的区块链就可以抽象成三层 那么然后你再退过来想 在应用层的话 作为一个区块链应用 或者作为一个一条链的话 但你基本上会需要一些基本的功能 对不对 你会需要账户 你会需要account 你会需要比如说staking 对于POS链你会需要slashing 然后你没必你还会需要Garman链上治理 所以Cosmos就是Tinderman Core 做了这些分层 并且在工程上提供了这样一套软件库 然后Cosmos SDK 其实它是在focus在应用层 它的目标就是我提供一些可复用的应用模块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所有人都可以复用这些模块 比如说它目前提供的一些东西 叫做什么bank 好像就转账的吧 AUS就是做一些签名验证的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它有GOA某块就做链上治理 然后upgrade是我的链本身的一些机制更新 slashing其实就是POS机制当中的一些惩罚 Mint就是铸币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它两个结合起来 其实就是想着你能够快速的构建一个链 因为你的链通场也会需要这些东西 那么你额外的 比如你想构建一个交易所专用的这样一个公链 DEX公链 那么你只需要额外自己在这实现一个swap的过程 就足够了 那么你就能够快速的复用 Tingman的所有东西 Cosmos的一些别的你所需要的模块 这是Cosmos整个的 然后比较有意思 它就在这里做了一个IBC的模块 就是跨链通信 它的意思是说所有基于我这个技术站构建出的链 你们就会自带这个IBC模块 然后因为大家都是同一套软件实现 所以它的跨链通信起来就比较容易一些 那么在它的结构下面 跨链通信的时候 比如说Cosmos Hub在这里头 它自己是一条链 然后另外呢 它还有另外的比如说 就是Alien吧 Alien它也是基于Cosmos和这一套技术站搞出来了 那么在它的这个应用层 它会自带那个IBC模块 它这边也是自带IBC模块 那IBC模块它也会支持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你发一笔交易 就可以很容易的在它的链那一层创建 比如说你在Aaa这里头发一条链 发一个特殊的交易 就能够在A链上构建出Cosmos Hub的这样一个倾口端 而这个倾口端内部存储的东西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Cosmos Hub当前的 维雷特集合的公钥 以及它们的群众 同样的你在Cosmos Hub上 你也能够简单的发一笔交易 你可以把它形成 在Cosmos Hub上有一个轻扣端的模板 只要来触发一下给它一些状态 它就能够给某个链建造 构建出这样一个链上的轻扣端来 而生态以后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是因为它们所有的链 都是基于一样的技术站构造出来 所以它们可以内置一个轻扣端的模板 因为它知道所有的链都可以遵循一样的接口 所以这就极大的简化了Cosmos生态内部的 一个跨链的过程 OK 同样的大概是波卡 它内部也是细节会有不一样 但general idea是一样 就是基于同样的协议 甚至同样的代码所构建出来的链 它们做内部通信 就是做跨链都比较容易 因为轻扣端 你可以预制一个模板在链那一层 然后你发一笔特殊教育 就能很快创建出一个来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 异构链之间 比如说我的Cosmos Hub 我想跟以太坊链 比如说想跟波卡链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么这个是在这种场景下 是否依然能够用这种 基于轻扣端的方案来做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Map这边 来做的一些事情 OK 然后我们这里头其实 因为异构链之间 其实第一感觉就会比那个Cosmos 这种同构链之间做跨链要难很多 因为它的链的结构会不一样 你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链的机制都不一样 所以为了应对这些东西 我们会把我们整个的Protocol 划分成了三层 但是我们引入了一样一个专用的 这样的RelateChin 这个Maple RelateChin 我们引入这样一个Maple RelateChin 然后呢 这样是其实为了减少一些工程上的撒度 因为我们想要构建清扣端的话 如果我们想要连N条一个链的话 如果没有这个中间这条RelateChin的话 那么我们需要在每一个链上都部署N-一个清扣端 那么这样就会是一个N方的一个复杂度 就工程上和维护上都是一个N方的复杂度 但是有了引入这样一个RelateChin之后 那么我们比如说连的EVM 以太坊可以在我们这边构建一个清扣端 Near可以在我们在这里构建Near一个清扣端 在这还可以构建比如说Aptus一个清扣端 那么而这个RelateChin本身的清扣端 我只需要写一个次 然后部署在不同的链上去 这样的话其实每接入一条新的链 比如说我在这里再接入一个 比如说我把Polygon接进来 这个Polygon接进来之后 它自然跟这四条链连通起来 或者说这五条链之间就两两连通起来了 这是一个基本的idea 就是RelateChin在中间可以来减少工程量 然后并且在链上做一些签名验证 通常是一个比较好guest的过程 那么我们这个RelateChin在设计的时候 其实就会考虑到 我们把它设计成对清扣端比较友好 这样一个机制 比如说我们的签名 我们会采用了这样聚合的BLS签名 这样的话聚合之后在验证的时候 我只需要验证一个一次签名 就是聚合之后的签名就足够了 那么这样对于用智能合约来验 这个签名是有好处的 然后也是为了兼容更多的生态 我们现在这条链它是一个EVM兼容的 它是一个POS加BFT的 然后它用了聚合的BLS签名 然后像刚才讲 这里头就会host很多很多的链的 进口端 像以太坊的 Flow的 Near的 然后AppTest 然后这条链其实更多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把它写成 它是一个跨链的这样一个账本 我们用一条链来做这样一个账本 来监控所有跨链 经过Map Protocol的所有跨链转账 都会在这里头留下一个痕迹 在这条链上留下一个痕迹 然后最底层 那么我们这边会把这个 清扣端以及一条链 我们把它叫做这个Protocol Layer 然后另外上面的一层 我们刚才在别的项目上也已经看到了 你会需要不断有relayer 或者各种各样的绝对 在不断提各种交易上来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会把它叫做一个service layer 这有点像是类似于谷歌 那个GMS的那个服务 就是它需要在后台 不断的有很多推送 那么这个是我们中间的这样 这个的好处是说 当你采用Map Protocol 在上面构建应用的时候 其实我们这个service 会继续为你的应用做服务 这样的话 对于The App的开发的话 你可以更多的focus 在自己的业务逻辑上 当然对上面 其实就是一些application的layer 就是你可以构建自己想要的 这样的app OK 有了这个之后 那么其实整个的过程会是怎样的 那么其实在这里 我们再退一步看一下 比如说Map这个清扣端 它里头到底存了些什么东西 然后以及它是怎么更新的 因为POS链通常都会引入 就是Apple这样一个机制 比如说我在一天或者两天 或者多少时间内 我的ledator集合是不变的 那么比如说我在这里头是 这个方框里头代表了一个epoque 那么每个epoque都会有一个committee 那么这个committee负责授权 这个段时间内所有的区块 签署所有的区块 那么假设这是 布在另外一条链上 这个map的清扣端 它这里头其实就会存储 我的committee 最近的一些committee是什么东西 这个理论上 其实你就只需要一个 你存一个当前的epoque 当前的committee就好 但是其实为了 也是一些运维上的考虑 就是如果我的运维挂了 如果我没有及时把这个东西 给它弄出去 那么我最好能够 或者说我想支撑一下 比如说前面三天 如果有哪一笔 这样没有被处理掉 那么我希望我依然能够处理它 所以比如说我就可以存储 最近三天 或者最近七天的 这样一个committee信息 所以才会变成一个数组 那么anyway 这里头清扣端内部 其实就会存储 一些committee的信息 包括他们的公钥 包括他们的权重 那么你提的每一个区块 其实它都会根据 这个committee的信息 来验证你这个区块头 是不是合法的 这样子 然后如果这个committee本身更新 你可以看到 新的committee 是由老的committee做授权 authorize出来的 那么当把这个committee的信息 提交给这个 就是这是一个 也是类似于relayer角色 然后但是在Map Protocol中 我们把维护清扣端本身状态的 这些relayer 我们管他们叫做maintainer maintainer当观察到committee信息变化的时候 他会向清扣端提交一个交易 来告诉他 这个现在这个我来记者即可更新了 你们也要更新一下 然后这里头就会来验证 说用这里头的信息 committeen来验证 这个n加1是否是合法的 比如用这个信息来验证 n加1是否是合法的 其实就是验一些签名和权重的加合 验过之后 他会更新自己的这样一个committee信息 比如说他就你看这里从 n-1n-2 n-3就变成n n-1n-2 就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那么这个清扣单内部 只需要存出少量的信息就足够了 就能够验证 做一些 采用自己维护自己的状态了 就是 那如果你提供给 如果你提供是一个错误的committee信息 的话 那么在教验的这一步就会过不去 那么从而在合约上的表现 就是你提的那笔交易会被reward掉 所以你没有办法欺骗清扣端 接受错误的状态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然后对于比如说跨链 还是类似于跨链那样 这样的话 其实你在这里 当然除了这个MACO proof之外 你还需要自带一个 你把区块头提上来 因为当你的这个 你的MACO证明 以及这个区块头 当上来之后 我就可以先教验这个区块头 是不是合法 如果区块头是合法的话 那么我就再教验 以区块头里的这个receipt root 为根 那么你提这个MACO proof 是不是合法的 如果这两个都教验过去了 那么就意味着 在你提的这个区块当中 确实发现了 发生了比如说一笔burn的事件 这样的话就能够做到跨链的 就是完全用智能合约来教验 跨链的这个 你给的这个跨链的event 就是完全通过智能合约来验证 比如说polygon上某个指定的区块高度 发生了某件事情 这是整个idea 然后在这个条件下 其实整个的跨链过程 就会变成这样子 就是比如alice 它就lock100usdc到一个volt里头 在一个chain上 然后它就 那么智能合约内部就会 amit这样一个事件 比如说amit 出来一个lock事件 它就是说在eether上 alice lock了100usdc 它这个usdc想到near上去 那么当这个messenger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它就可以构建这个proof 根据以太坊的状态 构建这个proof提交给 maple这个relation relation上它就会基于 以太坊的这个轻客户端 来验证一下 你给我的这个事件 是否是真的在 以太坊那边发生了 如果发生的话 它会mint 比如说在maplerelation上 mint一个中间状态的 这个uidc 你可以把它叫做muidc 然后这个第六和第七步 其实是一个记账的过程 就是它在mint之后呢 它会发现 你的对中目的地 并不是maplerelation 而是near 所以它这时候紧接着 它会做一个bund的动作 那么bund的动作发生之后 在这边messenger 当它看到这边的链上 有一个bund的动作之后 它就会构造 监听到这个 它开始构造一个交易 这个交易本身 其实除了这个bund事件之外 还要包含 这个它的证明 比如它根据maplerelation 来构建这个事件的证明 然后把这个证明 来提给near上的这个vote 这个vote呢 它拿到这个时候 它依然是利用在near上部署的maplerelation的这样一个智能合约 这样这个清客户端这样的智能来验证 这个proof source合法 如果验过了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在maple上 maplerelation真的发生了一件bund的事件 那么它这个时候就可以比如说转给LSE100 USDC 那么它整个跨量过程就是这样子 OK 这个其实是我们基本的一个idea了 然后在JK的话 我们最后来简单提一下JK的这些东西 最近其实很多跨链的像包括学术机和工业 他们都会在focus在我是否能用their knowledge 来做跨链的验证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基于清扣端这个POS 这个清扣POS和拜占庭这个 当你做跨量验证的时候 其实你是在验了几个事情 就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签名 一组签名是否是正确的 并且这组签名所对应的权重 加起来是否超过了指定的预值 这是第一件 第二件事情就是你的markleproof是否是对的 而这两件事情 你其实都可以利用JKSNARK来做 所以剩下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么JKSNARK是否足够快 能够及时产生这个证明 并且它的链上的gas消耗足够的低 让做这件事情有利可图 然后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以JKBridge为例 这是新进的一篇paper 它里头其实以Cosmos为例 因为Cosmos里头 其实它可能支持100多个validator 但是你验前面的32个就足够了 因为前面32个权重加起来 通常是大于预值的 所以他们target就是说 我要用JK这种ZeroKnowledge方式来验证32个EDR519 这个是Cosmos它的共识那一层所采用的签名算法 它就要来验证这些是否是合法的 然后它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它引入一个叫做DVorgal的算法 两部的一个证明 它先用这个DVorgal来证明32个签名是对的 然后用Gross16来证明DVorgal的证明是对的 两部的这个过程 你可以看到在这边下面这里头 它也是有Gross16 因为Gross16对于链上验证是最友好 它的证明Size是固定的 它的链上的Gas消耗也是固定的 基本上就是一个23万的Gas 差不多 所以大家都会先用别的东西来证明一个复杂电路 然后大家用Gross16来证明这个复杂电路的证明是对的 这样的过程 但是它的代价还是挺高 但是我们那个我在这里头简单列一下 他们这边会需要用到这样一个配置 就是96个CPU和192G内存 用这么32台同时算 需要18秒才能产生一个证明 就是一个0.8U吧 折算一下 就是算一个证明大概是0.8美元 同样GK3这边代价也是不小的 但是呢 但是另外一个其实 还有别的项目像是Sello那边 它会 它也是想要一些自己的 它想构建一个能够在手机上跑这样一个进口端 所以它引入了一堆新的这样一个密码学的构造吧 就是说新的团圆局限或者新的Pairing 这些东西就是跟别的生态不兼容 但是在他们自己内部玩的很High 这个其实就有点像Cosmos和波凯一样 就是他们为了要一个东西 我就自己构建出一个我想要的环境来 那么在这个环境里头我自己就玩的很High 所有事情都比较顺流 但是呢 这个东西就跟我们这边想要的东西不一样 因为我们这边其实是 更多的我们想要连接已经存在的这些区块链 然后这些区块链上 他们的hash算法 他们的签名就是已经固定了 比如它就是SHA256 比如说在以太坊里 它可能就是SHA3 或者是KCHAP这样子 现实就是已经是这样 我们没有办法要求说以太坊改成一个ZKFriendly 这样一个hash function 所以现实是这样子 所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能怎么办呢 另外一个问题是 我们的聚合签名 就为了能够让MapRelation的验证 亲扣端上的验证 更更加的消耗更低一些 我们采用了聚合的BLS 然后由于BN256这个曲线 在EVM生态里头已经被广泛支持了 所以我们用了BN256这个曲线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在别的链上EMMap的签名的时候 它只需要利用EVM的一个预编译合约来验一下 过去的 所以GAS fee还能够降低下来 但是仍然有别的问题 就是还是有的链 它不支持这个曲线 不支持这个曲线 或者没有这个曲线的预编译合约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导致 如果你用智能合约来表达 不管你是Solidic的还是说这个Warsom 还是说Mood 你用那些东西来表达BN256这样一个签名的验证 首先它的工程难度是有的 另外一个它的链上的Gaed消耗就很大 所以基于这种方案我们就在想 另外一个是我们考虑点是 像刚才这张片子上大家看到的是JK来做这些东西 把你想用JK来做全套的验证 它就代价会很高 所以我们的一个基本的idea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仅用在跨量的空中用一点JK 让它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 然后同时我们还能够控制它的伏大度 所以然后顺着这个idea想下去 我们会发现 你看用智能合约来做hash通常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用智能合约来直接表达签名的验证 就是那些椭言曲线 Pairing这些计算通常是代价比较高的 所以一个很自然的划分 就是我们用JK来做 它擅长的就是说hash的部分 我们还是用智能合约来做 签名的部分我们就给它c到JK里头去 又因为我们Map这边其实是一个 聚合的BLS签名 BN256曲线上的聚合的BLS签名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我在用JK表达这件事情 我只需要验证一个pairing 然后它的JK的电路规模就比较容易控制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完成的事情 其实是说我们把BN256曲线上聚合BLS签名的验证 塞到了一个JKSNARK电路里头去 然后用Gross16来跑完了签名的证明 所以这样一个好的 那么它的大概结果是它有 我们整个电路约束会在225次放在这样一个constraint上 然后其中还有17%是因为我们为了考虑到签名的安全性 我们遵循了eIP3068里头一个hash2G的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hash到曲线的点的这样一个hash function 大概有17%的电路规模是贡献给了这个 所以有了这个时候其实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其实就几秒钟就算出来这样一个proof 它的计算成本就比较低 所以这样做就有一个好处 比如说我们连了一条链 它不支持BN256 但它支持某种曲线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签名验证的过程塞到它支持的曲线的电路里头去 然后用它那个曲线来完成我们的验证 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利于我们扩展 把我们的这个进口端扩展到更多的链上去 这是一个基本的idea 然后目前看到我们有一个简单的POC的话 在我们前面 比如说我完全用智能核业来做这个跨链的签名验证和macuproof的验证 那么我们大概会是在80万左右的guess 验证一笔会是在80万左右的guess 那么用了这个dk之后 我们期待好像根据现在一些实验的结果的话 我们好像能够降的到40万左右 然后配合一些其他优化 我们期望能够把这个过程降低到30万左右 所以它对我们的guess消耗优化也是有一些帮助的 这是我们在gk这边的一些探索 对 然后我今天应该主要就是这些内容了 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对 这个会要求的 但是好处是我们还可以 比如说如果它没有这个的话 因为现在BN256在学术界的一些进展 会说BN256它不够安全 然后所以很多链它会直接上来支持BLS12381 所以如果它有BLS12381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聚合的BN256上的聚合签名 C到BLS12381上的曲线 然后用BLS12381上的Gross16来证明 我们256曲线上的这个签名是合法的 所以只要它支持某一种曲线 我们就可以重复这个过程 还没有详细看过 但大概知道他们那边在做一些事情 这个是我们第一步的尝试 第二步的尝试可能再往下继续做的话 我们可能也会考虑类似于这种方案 这种复合的两步证明的方案 就是前面maybe是一个plunk maybe是一个stark 但是后面还是在接上一个Gross16这样子 因为stark现在的一些证明长度还挺长的 可能一验一个stark 你可能需要分成 比如说我看过一个talk的一个分享 说是它提30笔还是20笔交易 才能把一个stark的证明完全提到链上去 然后才能做完一次验证 所以stark本身那个证明的size还是有点长 尤其对于我们的想要的东西来说 它有点过于长 所以理想的方案是前面是stark 后面是Gross16 或者前面是plunk 后面是Gross16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现在是联通的四条链吧 是探访Polygon BSC 还有Near 然后目前正在做跟Cosmos 那边一些工作 然后Flow的话 其实相应的客户端已经弄完了 但是我们在跟它那些链 本身在做一些沟通 如果它能额外支持一点feature的话 对我们很有帮助 还在做这个事情 Demo Project是说的是哪种Demo Project 跨链吗 还是跨链的话 应该有一两个了 在逛网上应该有 就是基于这一套走的 对对对就是跨链转账 还有 对 Crosschain这个transfer是有的 Crosschain的swap好像应该也有 不知道上线了没有 Demo Project是有的 JK Bridge为什么要全部证明 是什么意思 你说它为什么要证32个签名吗 OP这个其实 Layer2这个会有问题 就是我先说OP这个 Layer2的话 其实包括Arbitrum在内 它其实没有共识 就是一个链说它对 不是一个节点 它的排序点 就是它的sequencer 其实都是那一个节点完成 它其实现在是一个中心化 只不过是它的数据 都写回了Layer1 你可以带校验 所以它跟目前的方案 兼容性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目前 我们对Layer2这个 到底怎么跨 也还在看 就是 因为现在Layer2 都是一个中心化 中心化的话 其实你用青口单 本身也没有什么意义 JK Bridge 对 因为是这样 因为Crossmos 它的你为了验 像我们就对POS的这个链里头 你就是要 你要足够多的 WireTister签名 并他们的权重超过三分之二 那么在Crossmos 现在设定下 它就是 要至少有32个签名 才能够 我忘了 反正是 它的共识要求 你至少验32 还是说验32个 才能大一等于三分之二 大一三分之二 所以它就是 要验32个签名 然后呢 你可能是因为听到了 我说Map这边 只需要验一个 是因为我们这边 用了一个特殊的 一个签名方法 就是一个聚合的标的签名 就是说 当WireTister签完之后 我们可以把这个签名 压缩成一个 所以在区块头里就只有一个签名 但是呢 在Crossmos那边 它的区块头也会有32个 会有100多个签名 但是为了验证 它至少满足了 这个区块头是对的 它需要验至少32个 所以 它用GK来做的时候 里头也至少要验32个 这是LAM的签名算法的选用和这个共识机制所决定的 OK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DVT是啥 第一次看到这个缩写 第一次看到这个缩写 对 PVT这个我需要check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看跟我们这个社区的联系一下 如果share我可以发出来 Map加上 对对对是的 如果但是加上JK Bridge 我想想会更好吗 就是就这个计算代价来说 它可能并不一定会更好 就cost的话 因为它没产生一个proof 还挺费钱的 但是确实会显得更fancy 但是我们没有走这条路 因为我们那个 其实我们还是刚才提到 我们现在有一个聚合标签名 至少在别的链上 EMMap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用JK 然后有助于我们减少GAS 或者怎么着 这个还是有帮助的 但是直接把JK Bridge套上来 很难说 就是肯定会更酷炫 这是没毛病的 但对于我跨链的GAS消耗 有没有显示降低 好像还是个问候 嗯大家还有问题吗 这样差不多了 嗯 对对 因为今天也一个多小时 然后如果 大家没有问题的话 就是那个评论区发了一个群的二维码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如果对那个 Map Protocol的一个技术感兴趣的话 可以加这个群 对 大家可以保存 或者扫一下这个码 然后我们就大概留个20秒钟吧 然后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 就可以结束了 然后非常非常感谢Fran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对 评论区那个聊天区有个二维码 大家可以扫一下 对